汉林院一至三年一考,优者可以继续留在汉林院,次者则派往朝廷各部,还有的会被外放到各州县为官,为之散管。 魏英在汉林院高满一年,狗皇帝就下令提前大考。 尽管魏英努力硬考,依旧没能在汉林院留任。 他只好安慰自己,汉林院高手众多,且都是清流,不太符合自己奸臣的身份。 当然,他要是知道自己未能留任的真相,一定会怒骂几声狗皇帝。 魏英向来随遇而安,对于散管仪式并没有放在心上太久。 反正最差不过是外放出金,说不定还能离伊林近些。 而在朝廷之中,他最想去的是户部。 户部掌管钱粮,虽说那流水一样的银子不是自己的,但日日能看着也是美滋滋的。 只可吸狗皇帝旨意一下,将他调去了吏部。 吏部乃朝廷六部之首,掌品至全选之制,考课处置之方,丰受策赏之典,定级中置之法。 四品以下文官的任免,考课、升降、调动都由吏部负责。 可这些权力都是握在吏部几位大员手中,自己充其量就是去打杂的。 于是魏英又开始郁闷了。 但看着周围同僚羡慕的眼光,他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不识好歹了。 在吏部的事物比汉林院多些,索性魏英应付得来。 唯一比较麻烦的是,每巡都要去向狗皇帝呈颂吏部公文。 他与一位同僚轮职,他负责每月上巡与中巡,那位大人负责下巡。 这里魏英就不得不再骂一声狗皇帝了,明明是一样的俸禄,自己偏偏就比旁人事物多。 但在魏英多日的观察之下,那位同僚平日里的公文是他的两倍。 这下子魏英平衡了。 去狗皇帝那里,虽然麻烦,倒也不是没有好处。 满站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点心,大约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吃不完,每次都会招呼他一起吃。 御书房里的点心回回都有新花样,偏生都是他爱吃的。 要不是怕御前失移,魏英真的很想私藏几块带回去。 这么好吃的点心,只有宫里才有。 渐渐地,魏英越来越期待每月跟兰湛见面的日子。 某日闲谈,魏英提起陛下那儿的点心如何如何好吃。 但另一位大人却表示,自己从未在御书房见过什么点心。 事实上,陛下就没正眼看过他几回,每次他放下公文就退下了。 魏英齐了,莫不是狗皇帝月末都不吃点心。 就像他一样,月底了总要少吃两串糖葫芦。 这么一想,似乎挺说得通。 魏英不得不感叹自己的运气,选中了好时候。 一次月末,那位同僚抱养,不得不和魏英换了一半。 好在狗皇帝在这些方面还是很通情达理的。 在御书房见到魏英后,蓝湛明显愣了愣,回头去瞪金光瑶。 魏英连忙请罪,说是另一位大人不幸染急在家休养,只好由自己来。 金光瑶内心,暗暗叫苦,平日给这位小祖宗吃的点心,都是膳房的人忙了一上午才做出来的。 眼下哪里,背得出来。 魏英不无遗憾地想,狗皇帝月末果然不吃点心。 只可惜下月初就是由那位大人来了,便宜他了。 规规矩矩汇报完事务,魏英正欲退下,就听蓝湛道,下月月初还是由他来。 至于那位大人,就让他安心养病。 听到这句话,魏英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。 他欢欢喜喜应下,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 他没有看见,身后蓝湛宠密地笑。 魏英后之后觉才发现,自己能进利部,真是撞了大运。 利部跟他同辈的官员,全部都是世家子弟。 年轻一辈里,魏英与聂怀桑格外投气,只是那个金子勋处处跟他为难,恨不得用鼻孔看人。 见面第一日,这思就阴阳怪气道,魏大人年纪轻轻就坐到了这个位置,想必有什么过人的手段。 魏英回得五笔云淡风轻,自然比不上金凶。 您是怎么尽力部的,我们一看便知。 金子勋此人胸无点磨,能入朝为官权仰仗他那个做国公的爹。 金子勋知道魏英在暗讽他,偏生自己无从辩驳,冷哼一声,拂袖而去。 魏英自然不会与他一般见识,他只是想,自己还是要更努力啊。 这样以后,魏家的孩子也能有依仗了。 这几日,魏英认认真正在思索如何去做一个成功的奸臣。 他翻遍史料,寻找前人们成功的案例,无一例外都是要先拉近跟皇帝的关系。 看着看着,魏英又摇了摇头,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晃了出去。 这也太难了,还是过几个月再说吧。 不知道为什么,温格老的孙子温潮对他格外热络,三天两头就给他带东西吃。 自己看上去,像那么贪吃的人吗? 魏英从来不吃旁人的东西,尤其是不亲近的。 正当他苦恼怎么拒绝温潮好意的时候, 狗皇帝一直调令,把温潮弄去了军营。 好吧,这倒省了他不少麻烦。 一日散植以后,魏英买了跟堂葫芦,一路慢悠悠地夺到了街口的旧书摊子上。 家里的画本看得差不多了,是时候该逃换些新的了。 他正仔细选着,冷不妨撞见了聂怀桑。 聂怀桑摇着扇子笑道,原来魏兄也爱看这些,当真是同道中人。 他凑近道,这些不好。 我那有不少珍藏的孤本,回头给魏兄带几本。 聂怀桑这个公子哥最爱玩,他的东西自然是不差的。 魏英高高兴兴地映下了。 在后头盘缓许久预备上前搭讪的蓝战, 于是,毫不知情的聂将军被连夜召进了宫。 聂将军回府后,又连夜搜走了聂怀桑两大箱子的画本, 连他藏在床底隔板的都没有放过。 第二日,魏英听着聂怀桑悲愤地讲述昨夜与兄长斗智斗勇, 最后输得片甲不留的经历。 深表不幸的同时,只觉得这笔画本还要精彩。 聂怀桑的珍藏自然是回不来了, 三不五时的还要靠魏英借记。 只是那些清水的画本, 聂怀桑翻了几页就觉得索然无味。 又是半月过去。 一日,金子勋特地带了个玉剑来把玩。 那玉剑雕得栩栩如生, 饶尸魏英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 金子勋自然是洋洋得意的, 这样的好东西, 寻常人家连见一面都难。 平白无故带个不相干的物件来, 准美好事。 想起金子勋那个不华好意的眼神, 魏英只觉得这人没有一点当奸臣的天赋。 到了晚间快散职的时候, 金子勋那边果然出了事, 他那个宝贝的遇见不翼而飞了。 魏英心里好笑, 原来真的有人会用画本里的手段, 还用得这么拙劣。 不过,想想也是, 金国公妻妾成群, 后院想必十分热闹。 要是有知情人士出一本金家妻妾的画本, 自己一定会去捧场。 金子勋耳濡目染之下, 肯定学了不少。 魏英拉着聂怀桑, 已在门口, 好整以侠地看着金子勋演戏。 金子勋这方面还是不错的, 他把丢失欲雕的错愕, 不可置信劲交集, 愤怒眼的淋漓尽致, 就是中间的情绪过度略生硬了些。 见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, 金子勋气势汹汹地带着小厮准备去搜查。 他原本准备直奔魏英乡房去的, 出门的时候, 一不留神被门槛绊住了, 狠狠跌了一跤。 他正要发作, 却发现原先吩咐人藏在魏英房中的玉雕, 就在自己眼前的角落, 一下子就愣住了, 魏英憋笑憋得内伤。 就这点水平, 还是回去多看两本画本再来吧。 等金子勋拿了玉雕起身, 人还是没反应过来。 虽然出师不力, 但做戏还是要做足全套的。 一名小丝跳出来, 指着魏英道, 小得看见是为大人身边的人拿的。 魏英真的低估了这些人睁眼说瞎话的本事。 还没等他开口, 金子勋冷笑道, 魏丰年当年贪污受贿, 先帝仁慈才只将他贬至宜灵。 不想他的儿子, 还是这么不成器。 他早就调查过了, 魏英此人毫无背景, 平白占了自己的位子, 当然要付出代价。 见金子勋污蔑自己的父亲, 魏英脸了笑意, 一字一顿道, 你再说一遍试试。 等蓝湛赶到的时候, 就看见魏英一脸委屈的模样站在那里。 他当时就怒了, 居然有人敢欺负他的小祖宗。 吏部侍郎, 战战兢兢地向蓝湛说明方才的情形, 不敢有半句虚言。 蓝湛看不动声色的了金光瑶一眼, 金光瑶会议, 对金子勋道, 敢问金公子, 这枚玉雕, 你是从何得来? 自然是从父亲的宝库里拿的。 金子勋不敢多言, 硬着头皮道, 是下官在京中的古丸铺子里逃得。 金光瑶继续追问, 哪一间铺子, 都由何人经手? 金子勋察觉到一丝不妙, 没敢再答话, 直到下官不记得了。 金光瑶壮四叹了口气, 道, 既如此, 只好委屈金公子去行步走一趟了。 金子勋睁大了眼, 引在秀下的手隐隐开始颤抖。 金光瑶心中冷笑, 这玉雕是哪里来的并不要紧, 要紧的是, 金子勋动了不该动的人。 那么, 随便安个由头就能处置了他。 他贴心道, 金公子有所不知, 前些日子宫中失窃, 遗失之物中, 就有这一枚玉雕。 在事实查清楚之前, 只好让您去行步走一趟。 行步那个地方金子勋一点也不想去, 眼看就要有人来拿他, 他连忙道出实情, 这玉雕园是从他父亲那里拿的。 对付这个蠢货, 当真不费吹灰之力。 金子勋前言不搭后语, 王大了说便是罪犯欺君, 更何况蓝战没有半分宽容他的心思, 当即便下令及了他的官职, 终身不得入室。 金国公虽然心疼儿子, 却也怕朝廷继续追查玉雕的来历, 自己难以交代。 新帝登基正是要拿他们这些老臣开刀的, 金家万万不可成为出头鸟。 此事员也是金子勋太过招摇, 留他在外面只怕会继续生事。 君臣之间达成了微妙的默契。 等事情处理完, 蓝战想安抚魏英几句, 人却已经不见了。 蓝战在长长路过的那家酒寺里寻到了他。 从前家里管的盐, 从来不让魏英喝酒。 离家快两年了, 他依旧记得娘的告诫。 娘说, 外人面前一定要装出一副厉害的样子, 这样就不会被轻易欺负了去。 他真的, 想家了呀。 蓝战赶到的时候, 魏英趴在桌上, 一副喝醉了的样子。 他叹了口气, 俯身去抱他。 魏英迷迷呼呼看他一眼, 虽有他抱了, 却哼哼唧唧闹着要回家。 蓝战无可奈何, 将魏英带回了他自己的官舍。 将魏英安置在他的小床上, 蓝战坐在床头, 静静地看着他。 喝醉了的魏英格外闹腾, 抱在怀里却是软软的一团。 魏英醉得人是不行, 他当然不放心, 把他一个人放在这里。 正思存对策, 魏英突然睁眼, 四下望了一圈, 对他道, 冷, 你上来给我暖暖。 蓝战指了指自己, 魏英理直气壮, 除了你还有谁。